主席本院委員 首席本院委員 主席本院委員 第七條有關於臨選委員會的組成 第七條有關於臨選委員會的組成 最後 在協商的時候 接納了時代力量黨團的建議 把考試員的代表少了一個人 但是在剛剛漫長的條文宣讀的過程當中 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 這個林選委員會 它的外部化 它的多元化 它有法官的代表 也有外部的代表 而這個林選委員會 它核心的功能 其中之一 如果有參加斯改國事會議 而且是認真的參加斯改國事會議的人 就會知道 其中一個重要的任務 就是在挑選最高法院的法官 這也是為什麼 司法院版 行政院考試院聯合的版本 本來的第五條之一是怎麼規定的呢 最高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長法官 應由司法院院長提名英選院長名人一人 應選法官名額兩倍的人選 由法官臨選委員會臨定 曾請總統任命 由法官臨選委員會臨定 曾請總統任命 剛開建民委員 在堂堂的國會殿堂裡面 說有黃國昌妖言禍眾 奇怪了 白紙黑字的條文出來 難道今天是司法院考試院行政院聯合的版本 在邀言獲眾嗎 這不是規定林選委員會嗎 這個條文怎麼來的呢 如果不是只是去司改國事會議亮個相 沒有認真的討論 沒有認真的聆聽 人家在討論什麼 怎麼會連這麼基本的最高法院的改革都不知道呢 過去這段時間產生爭議的只有說 是不是全部都要給他特任官啊 是不是要給他總統任命啊 這有爭議 所以在時代力量黨團的版本裡 沒有總統任命這件事啦 大家不用擔心 總統的政治黑手伸進去啊 但是有林選委員會選這個司改國事會議 大家的討論 這個我們執政黨的司法院行政院加考試院聯合的版本 沒想到今天被我們民主進步黨黨團的總召形容成 妖言獲眾 到底是誰在妖言獲眾啊 到底是誰連法條的文字都看不懂啊 白紙黑字寫在這裡啊 最高法院的改革不重要嗎 今天動都沒動 要參與司改國事會議所有的專家學者民間代表 清何以堪 民進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分別所提再修正動議第七條條文相同 所以一併處理 我們請問我們 小明星 請問我們 我們請問我們